我年輕的時候眼睛 很好 超好 你看我這眼睛這麼小 解析度超好 在觀眾間我們也是兩拍的 對面在看報紙 我在這邊都可以看 你這樣你適合 部長你知道 是不是不管是從醫還是從症 你開會的時間很多 超多的 當牙醫師的時候 我早上6點送小孩到學校 7點開始在學校當校牙醫 8點半以後回診所 開始看病人 有時候是9點要到衛生署開會 12點到公會開會 3點才回來再看病人 然後看到4點多 再去開會 難怪 有一次父親節的時候 媽媽問他說要送爸爸什麼 他回說開會 開會今天中午開會 要吃三會 吃便當啦 清楚了一吃便當 看起來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了一個叫做 萬宴安吃的便當 欸部長你是真的不會煮嗎 真的真的不會煮 靠我的話大概沒機會了 那怎麼辦我們今天沒辦法結束了 哈哈哈哈 開始切了吧 好啊我們要先切這兩個 切片 可以吧切片 聽說媽媽很厲害 對我媽媽很會煮 爸爸當老師嘛 他說國外的朋友啦 來請客我們家請客都在家裡面 都媽媽煮 哇是煮到宴請客人心的那種喔 沒有問題 我媽媽也都做麵食 因為以前公務人會配這麵粉嘛 所以我們小時候也很喜歡吃麵食 因為我媽媽包的餃子啦 做薄薄啦 做麵條 都做得很好 部長你有特別喜歡吃 媽媽做的哪一道料理嗎 每一道都很喜歡 你是hold醉到的人嗎 我以前以為我要喝喝醉到 後來我出社會 我才發覺說原來不是 原來是我媽媽煮的很好吃 所以反而長大去吃外面都會吃不慣對不對 對 很挑 哇部長切完了欸 而且其實切的蠻好的 喔這個還好 幫你補一下 這個還希望你補嗎 我看到有強迫症啊 這形狀一樣大 所以部長你平常有在運動嗎 以前我常運動 真假 你是運動健將嗎 我是運動愛好者 打籃球啦 踢浮球啦 羽毛球 打羽毛球 網球 也有被高爾夫球打過啊 那 我也會打撞球啊 我也會打保健球 你知道這樣要夠了嗎 沒有要煮到透明 他要煮12分鐘他計時了 我會打擾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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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很小的時候 你還是有陪他們 有一些休閒活動的啦 大的 那時候就要考上高中 然後去日本 就把腳疊斷 要去滑雪 初次到山上 又讓他們滑下來 嗯 看這樣子就一定是不會的 保持距離喔 危險喔 然後後來我下來就沒有下來 我其實做父母的的時候 真的也不應該 跌倒的時候 腳這個骨頭就突出一大塊來 嗯 然後我說那在哪裡在哪裡 就沒有啊 我說他把他拉回來 我怎麼可能嘛 你自己怎麼可能拉回來 嗯 後來照給X光骨頭沒有斷 嗯 那就回來了 後來過了半年以後 半月板破了 因為他回來以後 在跳的時候就會有問題 看到後來大二又再開一次 對 後來大四又再開一次 所以我這個兒子 因為那個那隻腳開了 開了三次 然後他就決定 要當醫生 弄五顆這樣子 然後這樣以後 你自己搬回來以後 自己再縫一縫好了 好勵志的故事喔 在講我小兒子 就有一天攀爬那個 那個四方格那上面掉下來 手戳到 嘿 小婦就說 啊那骨頭有斷子嗎 骨頭有斷子嗎 趕快去那邊那邊看 我說不會啦 骨頭如果斷子 那我就走 走路走 會走過來 我來搬一邊 就說一隻我真的斷你 為什麼你兩個小孩 都很能忍耐是不是 我不知道 那真的斷啊 覺得很慚愧 所以我等一下 做父母有時候很難 像我們自己也不是 完全沒有這樣的嘗試 對小孩也不是完全不關心 但是 顧兩個小孩 經常有一個 斷腳一個 斷手 你知道嗎 還是是不敢說 因為你很兇 沒有沒有沒有 像我小時候跌倒 我有時候不一定會想 敢跟我媽講 因為回家一定會先被罵嘛 我大兒子在學生的時候實在是太乖了 比我要規矩一百倍 華碎被騙什麼好唸 唸他 我小兒子非常的 做自己 距離力爭 就算同學就要看五月天的演唱會 前一天晚上就要去排隊了 對 這樣子應該的喔 對啊 他怎麼連續就在前面一點啊 晚去在後面啊 對 我說沒有差這麼多 有啊 當然有差 他們就覺得差很多 半夜就要去排隊 家裡怕維族行 他沒有 他們幾個同學自己叫計程車叫好 然後回來他也叫好車子 我說要花那麼多錢 你是坐公車就好了 對不對 對 那後來我小時候說 要不然做你 我覺得這樣子不好 太浪費錢 那同學就走路去好了 我說半夜走路去 欸 部長你真的滿會念 沒有沒有 你想 有 後來最後還是覺得你就妥協 就我太太載他們去 所以真的有那種 坐在你們家L型的沙發 一人坐一邊 你一直唸他們 一直唸啦 要溝通 我那個溝通時間可以拉得很長 就表示成功 什麼事情跟家裡或老師 最不成功的時候 就你竟然不要說話 你講什麼都不要參與就在那裡 你叫我坐我就坐 你要讓他願意講出來 就讓他講出來有效 你以為我在聽反駁 沒有 我在聽 可以接受的事情是什麼 你要誘使他講出一些 我們可接受的 在那一點達成一個妥協 那他會覺得他講有效 那以後他才願意講 那其實我在跟社會溝通的時候 我也是這樣子 我是絕對不會說 把它當作說 我要跟你 說服你 說服你 我就是要找出公 那兩個有 第一點 在有一個基本的共識 可以合作的 跟那個合作點 做一個突破 然後慢慢慢慢 合作的越多 那我們就可能會成功 加蘑菇 青椒 炒軟 然後我要去顧後面那一鍋一下 那個需要顧嗎 當然囉 因為他會煮好的時候 我們以前 長輩溝通的機會不多 所以其實應該是受到啟發 對對對 以前像我父親他們那一輩 是絕對的父權的 留一點溝通的機會給我們 可是大部分都沒有成功的 大部分都是他講什麼 你就要聽什麼 現在幹嘛 你要翻鍋是不是 要去弄弄 好好好 從事政治工作 有一件事情是 幾乎所有人的共識 很難工作跟家庭兼顧 所以有時候 如果這個平衡取得就好 你覺得你有取得平衡嗎 我自己當然是覺得有 那你要問我太太 不是常抱怨說 你都把時間花在別人身上 對 但是問題是 我們沒有因為這件事情吵過架 可是他有一點覺得說 我可能做得還不錯 小英總統上任之後 過了大概八個月 陳建仁副總統來找你 希望你可以入閣 推託了說你要問問看太太 要跟太太討論討論 太太剛好在去日本 然後沒有接到你電話 結果隔天醒來之後 你就收到一個訊息寫說 你想做就去做吧 他怎麼知道是入閣這件事 自我者莫若欺 嗯 真的欸 你們是蠻有默契的夫妻是不是 也算是 畢竟都四十年了 部長是不是對太太一見鍾情 也可以這樣講 你的進步都好長 我都會一把冷 因為家人就介紹的 後來看到覺得 因為我太太氣質很好 嗯 然後就很認真的追啊 我太太也很認真的準備要嫁給我 我們再過了半年 大概就訂婚了 好 壹個 枕 壹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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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 部長你咖啡應該對你來說就是水吧 沒有我也沒喝很多 我一定會喝 早上大概會一杯 所以你這個完全都不累是靠意志力 靠睡覺 power nap那種 最高紀錄 除了我考試睡覺之外 我曾經有一次要回家 然後就要到了 然後起來 來拉門鈴走到門口 然後醒來的時候已經到很遠地方去了 站著睡覺 這麼厲害 部長如果現在可以讓你閒下一天 你想要做什麼 我就去看看海拔 尤其要沿岸的 像東北角那樣 然後沖一下 那一天我會覺得有點太吵 休息個半天 你是工作狂 一下子沒有工作就有點驚慌失措那種 有一點 你在2005年的時候就當過了衛生署的副署長 其實在當副署長之前 你在牙醫界已經算是很博越的人了 你當過 牙醫工會聯合會理事長 推動這個保養口腔衛生 推動這個牙醫總額預算 讓這個牙醫是個獎專業 然後有尊嚴的這個行業 民間已經有做一些努力 你當副署長的時候 當然就是在這個工作上有所發揮 第一次在政黨輪替 我們當然都有一些消沈 覺得好像就一去不復返了 有選營的機會 所以說已經過很久了 一下就過了八年了 八年前跟八年後 其實就已經老了了 那你後來要答應的原因是 副總統跟我講說 那時候選營不要 大家沒話說 那現在事情有一些 不禁來幫忙 那就不夠意氣 前年我去看長照的一個展覽 那天我看得很高 前天我心情很好 我剛接手的時候 長照等於是一個落日產業 我那時候就給自己 許下一個心願 就是說 我要讓長照是一個希望產業 那時候差不多一年花個五十億 我們現在大概花了六百五十億 我那一看 我看到 除了我們自己平常在講說 一些數字上 可是實際上 從業人員覺得有希望 他會把事情做好 那他們做得好 那政府就事半功倍 就可以把人照顧好 其實在防疫的後期 其實大家稍微合作一下 可以進展得很快 特別是 他其實人力是很充沛 所以我希望能夠有機會 把這八萬人那種士氣帶起來 讓他們的專業 能夠替市民來服務 把這樣的一個組織文化建立起來 以後讓這些事務官 都可以領導整個的一個台北市的往前走 那政務官是指導或是溝通 對我來講 是我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機台 部長 我們的這個好像好了 我看一下 會不會太 會不會太 太 太驕傲了 小心 不能手摸 哈哈哈哈 萬宴安吃的便當完成 你說你的從政初心是什麼 我想要做一個 對社會有留言的人 我小孩子我就跟他們這樣講 不過以後你們做什麼 你在按問說 你在社會你是有留言嗎 然後第二項 我之前要選舉 我的標誌就是 把事做好 這種簡單的事情 簡單的話 如果有決心把它做 那是最基本的 把事做好 台北更好 台灣更好 其實就是這個精神 上任之後 第一件想要為台北市做的事情是什麼 開主 主管的會議 把組織架構建立起來 然後第二個 我要給全體公務人一封信 表達我對 大家的一個期許 心啊 心腦底的 都打扮 待人要戴心 是你做事的原則 對 好 好